台湾二二八66周年 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通过撰文的方式 把曾经发生在台湾的这场悲剧的历史真相 解释给现阶段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听 希望大陆民众能够真正的理解台湾 针对蔡英文的这篇文章 一名80后的中国大陆的青年给蔡英文写信 表达了他期盼民主的想法 那么这封信在网络上发表之后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署名尤城镇的青年日前给蔡英文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我是一名大陆80后年轻人 看了你写的一篇二二八写给对岸的年轻人文章后 一直想跟你说说我的想法 对于民进党人大陆大部分人 包括我身边的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你们主张台独 所以你们是坏人 这也是我小时候的看法 这是在大陆官方长期淤泥 单一二元化结构教育下的真实反应 信中说在我的价值观中 有比国家价值更高的价值 那就是人的价值 但是在中国五千年历史当中 处处可以看见国家庞大的身躯 压过渺小的个体 国家长期系统性的使用暴力 使得讲真话 求真实 探索真理成为一种稀缺 邮城镇的这封信 在网络论坛刊登出来以后引起大陆网友的转发和共鸣 大陆民主人士恩广表示 洗脑历来是中共的主旋律 但现在是网络时代 中共想再利用洗脑来欺骗中国百姓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对于大陆上访 维权和民主人士的打压 中共一直没有停止 追溯台独的历史 西元1927年第三共产国际组织命令谢雪洪等人 成立台湾共产党 作为日本共产党底下的一个支部 1928年中共代管了台湾共产党 同年4月 在上海侠菲路一家照相馆楼上开会的当天 中共宣布了三大主张 其中就有台湾独立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台湾脱离日本殖民 成了中华民国的一个省 可是因为战后的混乱 带动贪污横行 经济萧条 加上分隔50年 造成的文化思想冲突 酝酿了228事件 今年是228事件66周年 台湾方面在宜兰 举行了中书纪念仪式 蔡英文借机撰文 文中写道 228事件 本质上是一件人民的抗议 遭遇国家暴力镇压的血腥惨案 但是在那恐怖期间 台湾人民并没有灰心丧志 反对的力量 从零星的对抗 汇聚成一股团结的政党 走过228 台湾今日有了民主自由 自从台湾实行的民主见证之后 对历史有了一个充分的 公正的 公平的 公开的 一个客观的一个认识 包括马英九代表国民党 对228的一个讲话 也客观的评价了228事件 北京市政观察人士华珀还指出 和228相对应的 那就是20多年前 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 华珀说 现在大陆人民和全世界 都在呼吁中共 公开六四事件真相 蔡一门还说 相信有一天 民主的中国 也会用同样审重的心情 来追思六四 台湾能 中国没有理由不能 中国未来自由民主的重担 就在大陆年轻人的肩膀上